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看的小姐姐实在是太多了 迪丽热巴绝对是强劲的一个 最近胖地本人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紫拍照 并配文道 无复存在的刘海 照片中的迪丽热巴 宣传黑地红紫上衣长长的刘海 将巴掌大的小脸遮住 配上红唇大言先的师分 魅惑刁人 就这么密质角度的紫拍 还那么刁的人已经不多了 此外网友们还发现 胖地带着的耳环是之前粉丝送的一对 上面分别写着 老子最酷不服尬五 连粉丝们都没想到 他胖地脑弓竟然真的给带上了 真的够充分啊 最近张碧晨小姐姐没怎么公开出来唱歌 倒是去喜剧舞台跨街了 在这周的今夜现场秀上 张碧晨和搞笑一把玛丽搭档进行表演 你们以为是闺蜜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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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婆媳哦 张碧晨竟然成了玛丽的儿媳 可想着直接摩擦 绝对扎心而保笑 你们想啊 一上来就要下跪 可不是搞事情的节奏吗 孩子啊 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阿姨 您把海鱼养得这么小 这么矮 这么接地气 您实在是不容易 我觉得呢 我要孝敬您 感激您 谦卑地对待您 让人表演的是剑婆婆攻略 婆媳之间各种套路与反套路 也是很贴心的 在年底给各位婆媳们做了个参考啊 终于 翘首以盼的歌手可算是开播了 想来不少小伙伴周末晚上 一时守着节目再看吧 第一期是首发歌手亮相 每个歌手自然是冒着劲儿开唱 但是 王峰和张绍涵更多是在倾诉 都选了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歌 王峰老师现在是摇滚家的老大哥级人物 让人耳术能相的歌 太多了 这次却细腻地选了无助安放 也算是隔空表白 国际章了 而张绍涵当晚可以说是小仙女本仙了 一身白裙几地唱的首梦里花 来表明自己唱歌的初心 一开口都是我们的青春啊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盛开在琥珀色月牙 节时节国际大咖能量场 自然购物殆尽 可以 一举拿下首场冠军也是一流之中 另外的几位歌手也是慢慢的惊喜 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张天 民谣前辈李小冬 还有沉寂了一段时间李圣洁 格言都自带惊喜光环 而去年夏天因为嘻哈大热的冠军之一 盖也除了嘻哈 一首沧海一声笑 总之还是很期待节目的呢 也要说这两年喜剧界也是各种料 频频往外爆 而作为照本上爱图的鸭蛋 在2008年的春晚上惊艳亮相之后 也是脚踏实地一个一个作品的积累 不过总归不像小月月 沈腾 大鹏 小沈阳这些笑心热的高 但是去年鸭蛋微博自己曝光离婚 也是占据了好久的微博热度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了 不过鸭蛋自己曝光这个黑料 也是热耿直了 最近新一季的欢乐喜剧人 在北京举办了开播发布会 鸭蛋和郭德纲一起出现在现场 不过在现场的鸭蛋谈笑奄然 看起来并没有因为离婚风波一蹶不振 也算是很敬业了 期待鸭蛋能给咱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这脑哪儿坏了你说 耶 别动 别动 怎么这样 咱俩把东西放下 咋咋放 我擦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行行 你慢点放 别走火 一二三 别动 左套大会二不知不觉都要播出过半了 这一季也是各种爆笑点 每次播出之后 都能在热桌榜占据一席之地 最近一期厉害了 节目组还真敢把毒蛇金星姐给请过来 按照金星的吐槽功力 节目组主持人嘉宾们 真的不怕被金星姐给绝杀 不过播出之后 能看得出 金姐还是稍微留了情 金姐的节目是那么好接的吗 观众朋友们 你那么愿意接金姐的节目 你怎么不去接金星秀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张绍刚 欢迎来到金星星 不过对起主持人来也不太含糊的 一上来就自称主持人 全场疯狂递死张绍刚 也是承报了整齐大部分笑点 感谢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吐槽大会 今天我是主持人兼主嘉宾 不是 不是 这是谁呀 别理他 今天你干嘛呀 另外张新逸也来吐槽大会四黑了 就比如说 网友们吐槽张新逸整容什么的 二姐直接上来地 说网友们连张新逸的名字 有时候还搞不对 竟还来质疑二姐有没有整容 谁两副面孔啊 你才二皮脸呢 你见过整容越整越臃肿的吗 我现在需要的是整容吗 我现在需要是改名字 好了 今天就这样了 他就不给你